長時間的在演化 就叫LTE的這個技術 那下次每一層有很多很多的這個東西在裡面 那如果我們看一個 我們先不看不管是1G 2G 3G 4G 或者是Wi-Fi 或者是我們物聯網裡面的任何啦 或者是用到的body area 那如果我們看到 網路的話呢 那一個無線的網路裡面 會有哪些東西啊 那應該都會最外面都有一堆host 或者是物聯網設備 一定有一堆設備 所以它一定有設備 不管是什麼啦 就是它們有應用在上面 或者是三者在上面的 它可能固定或者是行動的 所以外面一定有設備 那然後呢 它可能有base station 不一定有 如果有base station base station就是所謂的基地台 如果base station它就化成這個樣子 就是 那早期的那個base station 在1G的時候那個base station 有多大 有一個塔 很高塔 那麼大的一個塔 那現在的base station 有的很小 像你自己 我可以拿什麼 我可以拿我的這個 手機變成 變成一個Wi-Fi的這個base station 我當個assess point 我都可以 現在當大小不一定了 那 但有base station呢 代表什麼 代表說 你有可能有一個infrastructure在裡面 就是有一個基礎建設 你base station可以連到後端 它就是有設計的架構 我們不是 不是我們兩個之間這個互相隨便都可以連的 像Wi-Fi它就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 要連到基地台 另外一種呢 是我們兩個人之間 我們兩個人之間可以互相 我們兩個nodebook都有無線網路 我們可以互相之間直接連 即使學校網路斷了 我們兩個之間還是可以 我調這個at-hoc-mode就可以互相連 好 那 那一種如果沒有base station呢 那基本上就是 直接相連 那它中間一定有wireless link 一定有無線的link在那裡 但如果 有base station的話呢 那就base station的 我們叫infrastructure mode 如果沒有base station的話呢 你們兩個人直接互相相連 那叫epoc-mode 就是這種 at-hoc就是我隨意 隨意之間 我們兩個之間 你允許我回去 我們兩個就直接相連 像 像早期 我舉個例子啦 iPhone有好處有壞處 像 你們早期沒有用PDA 那PDA以前 我們最常用的一個功能 是交換名片 用PDA跟紅外線交換名片 紅外線就很近距離 我們兩個對準 我們按一下 就可以交換名片 對 那可是後來紅外線有很多壞處了 那等一下有可能會談一下 那 那後來大家這個 譬如說PDA或手機上都有藍牙 Bluetooth的 那Bluetooth上面呢 那大家都可以加上上面加上交換名片 交換名片的時候 可是如果你搜尋周圍的Bluetooth 一大堆對不對 我們兩個人要交換名片 我一看喔 我周圍 十個人都有手機 都有Bluetooth 都有藍牙 我們要看交換名片 我還要這樣選 選誰 然後我們交換同意再交換 所以那就是AdHawk 就是說 它的方向性是 它沒有方向性 周圍的這個距離內的訊號 通通可以接收的到 可是我要選的時候 這也不太方便了 那這類的不方便 都有東西可以讓它 改進的 譬如說我剛才講 藍牙 如果是這樣不太方便 如果我們兩個人要交換名片的話 那怎麼樣交換會比較好 再加上一個什麼技術幫忙就OK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悠遊卡現在有一個手機 悠遊卡上面的 或有一個卡 加上一個 Sugar FID 這個叫什麼名字 三四年級 這是什麼全名 上課一定有談過的 Near Fear Communication 那這個東西呢 有這個東西 我收到那麼一大堆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不用去尋找了 我們兩個Type一下 Type就是 我兩個手機 很距離的 在幾公分之內 我們不用碰觸啦 碰觸也可以 就貼 那它Near Fear 這個是Filib的一個技術 也好多年了啦 那最近是比較普遍 很多公司都 Google也極力推它 Type一下以後呢 那我們兩個人就確認連結 確認連結 我們再交換名片 不過太方便的交換名片 也很討厭 回家要一直看 這個 那這個就是 Ad-Hoc Mode Ad-Hoc就是我們 後面背後 沒有一個Infrastructure 沒有一個聯繫的架構在那邊 這是個整理啦 像這個 有Infrastructure Mode 我們像2G、3G 我們一般如果打電話 無線通訊的那個 那這些都是有一個 後面有一個Infrastructure 但像我們藍牙呢 這些就是沒有 那中間 有沒有跳 跳幾次 跳一次就是Single Hub 那也可能跳很多次 如果你修過 網路課程的話 就知道在Router那邊 Hub的數目是很重要的 跳過幾次 Hopping Hopping就是我從這個設備 跳那個設備 跳 那跳 有時候通常都會加一個Limit 跳太多次了怎麼樣 就把他砍掉了 跳太多次 可能你在回圈裡面 在那裡跳 就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那這個無線的 這邊是一個距離跟Data Rate的一個參考 後面還有幾張類似的圖 室內、室外 短一點 中距離、長距離 那這邊都是技術 這邊是技術 這邊談到的大概都是 2G到3G的技術在這一塊 所以2G、3G的技術 在室內和互相之間 大概不會用 這比較長距離一點 當然在室內兩個人打手機也OK啦 但是基本上他不太會用 那電腦網路呢 電腦網路 那你看2G、3G它傳的這個Data Rate Data Rate通常是Mbps的單位 那我們2G、3G它傳的這個Data Rate 通常比較低、比較少 那那往這邊呢 這邊發生了一點一一的都是Wi-Fi的 然後好多種 X的話到200Mbps 那它Data Rate比較高一點 但比較偏勢內 那長距離呢 當然就不適用 這是比較Wi-Fi 跟我們一般的所謂的27、374 我想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等一下它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比較的因素是什麼 Factor參數是什麼呢 就是速度 速度很重要的 就是Mobility 我看這個圖好了 一起看 這個圖跟剛剛差不多 這裡還是Data Rate Data Rate你看 我剛說Wi-Fi的Data Rate會比較高 Wi-Fi的Data Rate會有Data Rate 它傳輸 每秒傳輸的那種量會比較大 那這個3G會比較少 GSM會更少 那Wi-Fi Personal Air Network 就是這個比較小區域的 它Data Rate也是不大 但是你特別看這個3G 那這個縱軸代表什麼 縱軸代表我不動 我可以帶著走 越走越快 我坐高鐵 那這個速度 你坐高鐵不可能在上面玩Wi-Fi 對 不可能這個 那你一定是透過這個3G 當然上面可以有一些 它會提供一些服務 可以把這兩個再Mix起來 Hybrid起來 這個我們今天不談的 純粹的談基本無線通信技術的話 那你就知道 這個3G或是4G 我們在快速的時候呢 仍然直接你要講電話 或是通訊是可以 但是呢 你不動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Data Rate會比較高 那你在動得快速 動得越快 Data Rate就越低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先天物理的限制 等一下我們後面談到Provocation 都會談到 這是先天物理限制 所以你不可能在快速的時候 想有跟你不動的時候 這個是常識喔 這不是什麼專業 這是常識 你至少要知道 你不知道在它原理 你至少要知道這個現象 所以 那每一種技術 像Wi-Fi WiseLand 8211的WiseLand這個 它基本上 它就不是讓你在高速的時候移動的 所以 因為你高速移動 還有會很多問題 譬如說換手 然後我們後面會談換手 要換手的技術等等 很多時候是需要 從這個機器台 到另外一個機器台 換手 那那些東西都是 在Infrastructure裡面 你要去注意到它的 要考慮到的 那 好 那下面一部分我們談一下 這個傳輸的速度 還有 波長頻率 這個 這是物理 最簡單的物理 從力學到電學都有 光波 光電都是波 速度等於什麼 速度等於波長 乘上頻率 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 有一些東西 我們常常看到的一些電子波 我們在無線電波 用來通訊的 那這幾個頻率跟波長 大家就參考一下 電流 交流電 如果是用 在台灣用60Hz的話 波長就要5000公里 那FM Radio的話 波長 FM 只有很多 很多 很多個頻率 波長大概是幾公尺 那一般Cellular的頻率也有好多種 那它的 它的這個Wave Length大概幾十公分 那 那 Carbon Satellite Carbon Satellite 這個是 人造 人造衛星 人造衛星裡面有好多個 不同的 Band 那這個其中的一個Band 那你看 它的波長就很小了 它頻率就很高 波長很小 那紫外線 紫外線 就是比較 紫外線屬於高頻的 那它的 它的這個波長就更小了 那 那這個圖大家一定都看過 這圖其實是蠻重要的一個圖了 就從無線電波到微波 到紅外線 到我們可見光 紫外線 X-ray Gamma-ray 原子彈爆炸在這裡 如果你去這個 醫院造X光在這邊 如果你造很多個X光 就是電腦斷層 CT就是很多 電腦斷層 所以電腦斷層 就很多個X光一起 都在這裡 那 那這個 那我們常用來通訊的大概是這一段 這段可以用來通訊 包含有線跟無線都有 那有線通訊 像Tristi-Pail 這怎樣我會看的 就是查了一些網路線 Tristi-Pail 這個 Core-Co-Axel 同軸電纜 這個你看第四台 看有線電視的都是Co-Axel 它在有線的也有頻率 那 那光纖的頻率在比較 剛剛它是可見光 可見光 光纖的頻率在這裡 那是有線的 那無線的部分呢 無線的部分 那海洋在製作船上的通訊 那個都是很低頻的 波長很長的低頻的在這裡 AM Radio FM Radio 電視 無線電視 Tristi-Pail 等一下我們會看一下 還有Satellite 其實衛星跟地面的微波 其實是 微波不是只有微波爐 可以熱東西的 微波是做通訊 其實微波通訊跟這個 衛星通訊的頻段很接近 原理其實也很接近 只是說 兩個 一個在地面 或者是一個到上面去的 一個到Tenna 那等一下我們有幾個圖 很快的看一下 我們先考試好了 考完試以後我們再來 再來 這個 再來繼續這個部分